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 无人的QQ 农历七月十五的那天深夜 迷信的老妈呀 不让我出去打牌 所以呢 我就百无聊赖的坐在电脑前面发呆 重新的申请了QQ 那QQ上面仅有的几个好友的头像 全都是灰色的 也是啊 已经是凌晨两点 大家都已经睡觉了吧 我准备关闭电脑 而此时QQ上突然传来了嘀嘀的呼叫声 有一个陌生人的头像正在不停地跳动着 那会是谁呢 是不是这深晶半夜的也有人会跟我一起孤单 对方发来的是一个空白的消息 只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那个明晃晃的亮着的头像竟然是小秋 我的新QQ上没有加于我小秋 他怎么会出现在我的QQ里呢 而且小秋在QQ当中出现 那已经是极度的不合常理了 我以为小秋的头像再也不会亮起来的 不久前我删去了他所有的联系方式 因为我知道他真的不会再出现在我的生活当中 虽然我曾经那么疯狂地迷恋过他 小秋是在去年夏天走的 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季 而我却如坠冰枯一样 在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他我爱他的时候 在一场车祸当中 一辆货车无情地将他的青春硬生生地 给画上了一句血色的句号 如今我终于慢慢地缓过来了 换了电话重新申请了QQ 我发誓我要忘记过去认真的生活 可谁知道啊 小秋的QQ竟然会在这个深夜里亮起来 这一切究竟为了什么呢 虽然我曾经那么地关注过小秋 熟悉他的一贫一笑 但是此时我的头皮也不尽一阵地发紧啊 毕竟他已经跟我不在一个世界了 何况生前的他根本就不知道我现在的QQ 也不知道我暗恋过的 那么对方究竟会是谁呢 就在我不知道如何应对的时候 小秋又发过了一个抖动窗口 我全身也不紧随之震动了起来 我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我用颤抖的双手打下了三个字 你是谁 我屏住了呼吸等待着对方的回答 没过一会儿 小秋的头像又跳动起来了 小秋的回答很简单 也颇有忧怨 小秋说 你真的忘了我了 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了 难道对方真的是小秋呢 是他在另一个世界跟我对话 你到底是谁 问完这一句的时候 我有些虚拓了 我死死地盯着屏幕 我甚至希望能够透过显示屏看见对方 来解开我心中的疑惑 对方只是轻轻地一问 你现在还好吗 我刨根问底的你到底是谁啊 对方终于只是发过一声叹息 头像就灰了下去 再问就没有任何的反应 第二天 我感觉到头疼欲裂 昨天晚上 我一直纠结在诸多的疑问当中 没办法睡着 或许 那真的就是一次巧合吧 可是就在那天下午又发生了一件让人匪夷所思的事 我收到一条短信 短信的来源竟然还是小秋 我说过 我现在用的是新的电话号 那根本就不会有小秋的号码的 可是小秋的号码却分明地显示了出来 我没有忘记那十一个数字 因为记忆是没办法删除的 我曾经还这样自嘲过自己呢 失去了他的人 死守着那十一位数字 又有什么用呢 短信说 我想你了 谁在想我呀 是小秋在想我吗 我像是一个诗语的傻瓜一样 我只会问一句话了 你到底是谁 对方没有回答 我终于失去了所有的耐心了 我像疯了一样拨打着小秋的电话号码 对方不停地挂断 我不停地拨 我只是希望对方能够告诉我 你到底是谁 哪怕你真的是小秋呢 终于电话通了 对方不是小秋 是另外的一个女孩 我问她为什么给我发短信 那个女孩却哭了 她哭得很伤心 后来我跟那个女孩 渐渐地熟络起来了 我们见了面 我希望能够听听她的故事 那女孩很优秀 梅雨间和小秋有一丝的相近 但是明显带着让人恋爱的淡淡的一种忧伤 那女孩的故事并不复杂 女孩的男朋友也在一年前的一场车祸当中离开了人世了 这女孩没办法承受这个残酷的事实 她整天以泪洗面的 恍惚当中啊 她会常常的习惯性的给自己已故的男朋友发短信和QQ信息 当然了 那是永远没有答案的思念 不久前 女孩也努力地告诫自己要重新的振作起来 于是她跟我一样 她重新的换了QQ号 换了手机号 然而思念就像是一种病一样 孤单的她 在深夜还是试图夹了她前男友的QQ 不曾想 那个头像真的有人在上线 而且 网名也是一样的 第二天 她仍然凭着记忆 把一则短信发给了前男友 谁知道 她竟然遇见了我 很多的事情啊 都是这样没办法解释的 我并没有告诉她 这一切 已经不可能再是巧合了 因为她曾新申请的QQ号 和新的手机号 竟然都是小秋生前所用的 很多事情啊 我们无需再说明 就像从前 我从来不曾告诉过小秋 我爱她 而如今 远在另一个世界的她 应该也明白了这一切吧 好了 这就是 无人的 QQ的故事 我爱你 我也要说明说明 我爱你 没有 我爱你 感谢观看